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封坏意外 事故频传 让原本为了图方便的设备成了夺命凶器 电斧梯拥有强大推力 但踏板所能承载的重量有限 多起意外致命元凶 主要都是使用习惯不佳 因为全球各大城市 从东京莫斯科到华盛顿 还有台北 民众搭乘电斧梯 都会遵守这个不成文规定 习惯单侧通行 让电斧梯不仅输运效率低 也不安全 只站一边长久下来 更容易引发失速惊魂 而且在电斧梯上面行走 甚至还比爬一般楼梯更危险 尤其是超过65岁的年长者 因为爬电斧梯受伤的比例最高 电斧梯被发明后遇上经济起飞 民众求快追效率 开始单侧通行 等到意外事件频率变高 车站意识到问题 才开始加强宣导 甚至派人员现场指导 想改善靠边站的恶习 请站在这些路线梯上 请主任和上站稳太阶 台北检运也早就取消 右侧站立左侧通行的政策 只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 要改成站好站满双排并站 必须得花上更多时间 才可能扭转 也代表恐怖的扶提惊魂 短期内恐怕还不会画下句点 短期新闻陈思维报道